大家好 我是沈琳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天下縱橫談 大學的入學放榜了 現在您是申請到您夢寐以求的學校 還是沒有真的想要進到你想進的學校呢 很多學生進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學校 是因為有了學霸的幫忙 今天我們非常熱心邀請到了ACI南加州學院的學霸 也就是郭主任 跟我們討論一下他有多少個好的例子 進入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學校 郭主任您好 沈琳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您好 很多您的學生非常開心 非常興奮 因為有了您的幫助進到了好學校 給我們幾個例子好不好 對 其實像最近這段時間像放榜下來 我們就跟以前一樣 每年到這個時候都會有些好消息傳來 Ton Huntington的大學 Ivy Lake的學校進了好幾個學校 然後Stanford大學每年我們都會有學生 然後UC Berkeley UCR是一個常勝軍常態 其他包括John Hopkins Duke大學 這個芝加哥大學 這些頂尖的學校每年包括MIT 都有我們的學生進去 那原因這些學生能夠進到好大學的 其實這個東西都有道理有賣路可以尋找的 很多時候人家講建好學校會不會是運氣 運氣不能常常去碰撞這些說申請學校 因為它經過層層關卡 它是都經過holistic review 它是看你所有的面向 所有的準備 那真正能夠在申請大學拿到一個好的錄取的 一個通知許可的學生 他其實等於是打一個有把握的仗 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 他知道對方的要求是什麼 所以等於是你有要求我這邊就有準備 就是政策跟對策 所以兩樣東西大學要什麼 我這邊都準備好了 大學在question 懷疑我些什麼 我拿出我的proof 拿出我的evidence證明出來 那大學要看到我的特色我的能力 我也準備好了 所以在我們過去這些學生來講 那他為什麼進Prinston大學 他為什麼進耶魯大學 進哥倫比亞大學 那不是只有說GPS4.6 GPS4.8為什麼沒進去 SAT1530 那個1600也沒進去 所以它不能歸咎於 只是一個因素在於分數的高低 分數其實是一個foundation 但是最重要是分數上面 你就像系法人人會變 各有巧妙不同 我們是講說這個學生在進大學之前 他們都是把自己的特點找出來 這個特點是找到了以後 第二個是要被大學欣賞 被認同 接受 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才有用 如果你找到一個特點 是特點 但是很奇怪的特點 大家都不喜歡的特點 那也不算是特點吧 因為在自己的眼裡面是特點 可是在招生官裡面的特點 就不是特點 那就不算是特點 所以其實申請大學 我應該說這是一部非常齊全的孫子兵法 要步步為營 只有學霸可以知道 哪一步齊下的才是對的 哪一步齊走的是正確的 唯有走了正確的路 才不會走冤枉路 高中生不會下孫子兵法 也許聽過 可是也不知道是什麼 怎麼樣做步步為營 這樣的時候我要直接去找你嗎 還是我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我畫龍點睛 可以讓我蹄虎灌頂 對 其實像這樣子來講是說 當一個學生在申請大學的時候 你要參加世界級的 國家級的這個運動比賽 你也找到一個國家級的教練 跟世界級的教練 對不對 所以說你如果想要進到一個 常青藤的學校 找到一個最好Top10的學校 你就要找到這個教練 找到這個counsel 它是已經幫助過這些學生進去的 對我們ACI南加州學院 32年來有6萬多個學生 有一大堆的學生進頂尖的學校 所以我們的教練團隊 我們去幫助這些學生申請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是有經驗的 是有把握的 也知道大學要什麼 就是坊間有很多的學校 都說在幫學生申請 你問他你做了多久 你幫了多少學生進去 你有多少成功的案例 有時候他們說不太出來 東界一個cc去合併一個 就換個名字 這樣子都算是他們的成果 而在我們ACI南加州的學生 我們叫做我們自己的子弟兵 因為學生可能從六年級就來上課了 他六七八九十上到十一年級 一路從這11P的課上到PSAT上到SAT1 SAT2 而上到AP的課程 最後好成績都有了 GPA提高了 課外活動也在我們的調教之下 選擇了對的含金量高的課外活動 社區服務 最後我們幫他整合這些資源 申請大學做一樣樣像堆疊 把他的高度一直堆上去 最後學生放亮點了 大學接受了 所以在我們過去的成就裡面 學生你早來這邊ACI上課的學生 到了十年級 剛符合參加SAT 第一次考SAT考試 他就考了1600分滿分 這個是大家有目共睹 他就說你才十年級 別人要考到11或12年級 還未必考到滿分 他這個考了七次八次 都不見得考到高分 而我們很多學生 都是第一次考SAT就是滿分 所以非常高興 他這個滿分還是屬於提升初試 最年輕的時候考到 其實大學是給你credit 所以這些學生很優秀 早準備 早考試 早拿滿分 剩下時間一路準備優值大學 對對對 就像您講的 因為其實真的很多人 他到11年級或到12年級 才真的開始來考SAT 殊不知除了SAT之外 你的GPA要好 對不對 你的課外活動要好 你的領袖能力要表現出來 你不要忘了你還要寫個自傳 每一個學校要的自傳都不一樣 每一次的面試 他要求的題目也都不一樣 如果你不這麼的層層堆疊 你全部積在10年級11年級 之後才開始做 我覺得你是手忙腳亂 落荒而逃 到最後真的是 因為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ACN南加州學院32年的經驗層層堆疊 一步一腳印一步一步的走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學生有沒有辦法聽到什麼樣的演講 或者是跟您做了什麼樣的對話 可以讓他知道我應該越早開始準備 其實對我的未來人生來說是更好的 我們在3月份辦的大型的申請大學的經典講座 其實來參加的學生 很多家長都告訴我們 他說學生聽完了這個講座以後想法改變了 目標確認了 他們就認為說不應該再浪費時間了 到現在還有很多學生現在還在打王者榮耀 還在拼這個分數 其實是很多 我們理解這些學生他們說這段賽季 他要把它打完打到多少分 有的人打到五千名 有的人打到一百名 有的人打到前十名 那你知道看到是一個名次 可是你投注下的時間 當別人SAT分數在進步 GPA在往前 大學在找 可是你還是在沉迷在這個網路的世界裡面來講 等到你就打完了 你再開始追的時候 你剩下的時間成本 機會成本相對變少了 我們在聽我們的講座其實是有幫助的 就是學生來聽ACI的教育講座 通常都是把大學申請這條路很清楚地描繪出來 就這條路是通到Stanford 它需要經過的這個歷練 所有要求的requirements standards 這些需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然後對比你自己的 那你的優勢在哪裡 你的短板在哪裡 那這時候找ACI 我們會幫你說把你的補強的部分加強 把你需要很光芒的地方讓它展現出來 所以為什麼說申請大學其實是一個專業 就像說你生病是找真正的專科醫生 還不是醫生 是專科醫生 律師也是專業的律師 那像這種申請大學絕對是 你要申請Everlake的 申請20名的學校 你就要找到這種能幫學生進前20名的學校的counselor 或者是專家來申請 而不是只是一般 我知道 幫你寫一個自傳 幫你做一個什麼東西 那是很general 那並沒有特色 就像說你參加選美 如果你過去這個選美的訓練的這個coach 這些的教練 他是幫助他都得到世界冠軍 世界亞軍的 這個人帶出來的這個支持的這個選美的選手 他獲勝的機會 比起說一般很general 就一般只是說 我跟你講一個基本的條件 你去了也許你得到第三十名 第五十名 是有過於經驗 可是沒有辦法得獎 所以其實真的是教練級的這樣的一個practice 跟自己的practice 或是道聽途說的practice是完全不同的 3月22號已經過了 國主任 很多人沒有辦法去聽到你的演講 那他們這樣子想要申請大學是不是就沒有機會了 其實我們在下一個演講的話是在5月4號的時候 我們我們的4月20號的演講剛結束 所以在這個5月4號的時候呢 我們星期六的早上10點是在Saint Marino的ACI 下午的2點在羅蘭岡的ACI 我們也是辦一個申請大學經典講座 中文部分也是由我主講 英文有另外一個主講人 所以是中英文雙語的這個主講 歡迎這是6到11年級的學生和家長你們都來聽 這個講座花你兩個小時 但是可以節省掉你可能有上百個小時的時間去摸索 去探討研究大學究竟怎麼申請 怎麼樣條件是對你最有利的 如何準備 什麼時候準備 因為你用了你32年的經驗濃縮成了兩個小時 把過去變成未來作為規劃 把這條路披荊斬棘的往光明的方向走 6到11年級 你剛提到6年級 之前你也聽到 其實如果真的6年級開始進ACI 10年級把ACI考到滿分是沒有問題的 How 其實不能講沒有問題 我們講說那個學生很用功他很聰明 意思就是說所有的障礙在這麼多年的時間都拿掉了 所以說實際上你的數學某一個部分不好 把這個問題解決 英文的閱讀你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寫作方面的問題 你可能就因為有長時間的來調整你的學習的速度 方向跟能量 所以當你時間越長的時候 你的這個缺點都會被少掉拿掉 你剩下來都是信心 都是優點 所以考ACI考試 其實內行人知道 一個考試大概三個半小時左右 或每一個section有多少分鐘 我們很多的學生都在用三分之二的時間 就把題目都做完了 他真正省下三分之一的時間 就是說我跟學生在談做數學題 你做完了做對也不稀奇 我想問你做的多快 真的有很多學生可以很短的時間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這種學生是我們內行人懂的學生 你再給他更多的題目甚至更難題目 他還是滿分 這種就是信任出真正的可以去參加比賽的實力 就像玩那個魔術方塊 大家都很多人會玩 可是快的可能是27秒 20秒他就全玩出來了 他甚至兩個手在袋子裡他也可以玩 就是練出來的功夫 所以我覺得Foundation非常重要 這就是我們每次講的cornerstone 你的基底石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你從越小開始把基底石打穩 把基礎打穩 當然你每一步走得就更為穩健 當你每一步走得更為穩健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可以披荊斬棘 把所有的問題一個一個都解決完了 到真正臨門一腳的時候才踢得進去 所以剛剛再跟我講一次 什麼時候在哪裡 我們是在5月4號的時候 星期六的時候 早上是在我們的San Marino ACI 那下午的時候是在羅蘭崗的ACI 所以是上午下午 各有一場中英文的雙語的演講 是講申請大學 所以你需要注意到關注到的事項 如何用你現在的條件 申請到一個最好的大學 今天非常謝謝郭主任來到我們的天下綜合談 跟我們談到的許許多多有關於 申請大學需要好的專業人才才能夠真正幫助到您 如果您5月4號是有時間的 不管是上午或是下午 打電話到任何一個ACI的分校 先報名去聽這個升學的經典講座 六年級到十一年級之內的學生 甚至是家長們 我相信聽了這一次的經典講座之後 一定是讓您能夠體虎冠定